出的话有两种方法 一个是直接按一下 我们用那个这是VBA里面的函数 做完之后把结果丢过来 另外一个是丢公式 其实理论上讲讲 用丢公式相对比较简单 不过当你刚刚讲 你们刚刚那两个方法 其实做熟了之后 大概就固定这个方法 好处是说你本来会的东西 你就可以很快把它跟VBA做串联 那接下来当然你也可以变化一下 比如说我们爱兰之前 有做一个几年次 几年次这个方法还记得吧 比如说我要切这个日期 如果你直接用Labs去切的话 你想说前面两个字 那我们前面讲过 你就是什么呢 用那个Labs切 那Labs切的话一定会失败 有没有 之前有讲过 所以快速复习一下 如果Labs这个里面 把它当文字看 两个字的话 它变成29 所以失败 那怎么办呢 我前面讲过 第一个你要先知道它的什么 按右键储存的格式 它里面的制定 你要先知道一下 它里面的这个格式是什么 我刚刚跑错 按右键储存的格式 先 它指向它 可是我要知道它里面到底写什么 你按制定 它里面写的这个格式 就会帮你显示在这里 那你第一步就是要先怎么样 利用Texter 先把它转成文字 所以第一步的话就是 插入在文字里面的Texter 特别之外 这个方法很重要 以后的话 蛮多地方都会有类似的问题 然后Value给它 那这个FormatTexter 就是刷以后两个 移到中间把它贴上 把刚刚的制定 把它贴到这边 这个时候它才会真的把日期变成文字 那你再利用这个结果把它剪下来 剪的话不要包含等 剪下来之后插入函数 再去使用Labs去切前面两个字 这个时候的话 把刚刚的工资贴到这边来 然后切两个字 这样子的话几年次才会成功 不然的话你不会成功 但如果说 假设我今天希望 清除的话你也把这边清除 输出的话 也顺便把这个跟这个顺便输出的话 就两个栏位 以后其实两个三个四个五个都没问题 一键可以把全部的你要的东西做出来 那怎么改 基本上第一个 我们一样这边有公司 那可不可以把它加到这边里面来 其实可以 所以方法一 就是说什么 我一样到刚刚的门号公式里面 其实我只要再加一行就可以了 加什么一行 加输出到哪一个储存格 我输出到应该是I 所以我就是在这边 把Enter之后的话 把这边复制一下 这边把它改成I就可以了 然后呢 打错了 改I 后面一样双以后 那里面放什么呢 方法一 方法一 怎么样呢 把这个公式 直接 贴到那个什么呢 那个里面 不过 当你只有两个 要取代吗 该不用了 所以 如果只有两 一个两个 那你就是把这边 记得这边要取消一下 不然它会卡在这里 切不到VBA里面 所以接下来贴到这边来 然后一个 这边 还有这边一个 这两个一定要 里面的就变两个双以后 好 目前 当然你直接输出的话 它 这边输出 你会发现 它就会变成 这边也输出了 这边也顺便输 所以 它一次可以输出两篮 以后三篮四 五篮都没关系 你就一直把它往下放就好了 一个回圈里面 可以带很多篮 看起来就很厉害了 按下去 全部东西都跑完了 真的 可以一件做出报表 真的没有问题 只是说 你要先学 把前面的东西学 熟练 所以你前面都不熟练 你后面更不要讲 千万不要小看VBA 里面还有蛮多 蛮复杂的东西 只是说我们慢慢慢慢增加 我不会一下增加太多 所以这边之后 我输出伊兰 跟输出埃兰 第二个 因为输出一个 对了 但问题来了 这里面好像有个地方 是列号 所以你可以怎么样 再来你可以把这个 是怎么样 把它改成 刚刚讲的 就是改成I 如果你现在不知道怎么做 就被口诀 两个双引号移到中间 两个AND移到中间 放个I就好了 然后空白空白空白 这样不OK了吗 OK之后的话 接下来清除 我们也不是只有清除I 我们清除I跟I一起清除 这样的话呢 清除的话也可以清掉 这样的效果 就可以试一下 清除 这两个OK了 门号公式 两个又OK了 而且在瞬间就OK了 可是问题门号 你会发现这个 那问题来了 那这边 如果用VBA怎么写 当然相对的 如果用公式 就比较简单 如果要VBA的话 那你还要知道 怎么去把它做改写动作 相对的比较复杂 OK 所以我是觉得 这样的方式 以后你只要你会写 原来的公式 你就可以把它搬到 这边里面来 两边可以做应用的 我想会更广泛一些 而且更快速 好大概是这样 所以这边补充一下 请各位试一下 这个前面有讲过几年次 如果这部分忘了 没关系 我又把那个 这个刚刚的画面 一样贴到这边来 所以也许你可以 自己再参考一下 公式在这里 画面先还给各位 试一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